不像话 今日是我失礼了 要不要向你道歉啊 受不起 受不起啊 你快来坐 我懂 这就命人给你拿把新银子 秋儿 不用了 我今日 是来向你讨教的 向我讨教 南国诚 你要讨价那些银慈宴起啊 有些烦心事 想同你念几句 秋儿 上桌韭菜 是 不是 里头有没有能喘气的 出来迎接一下子呀 这刚开业咱都死了吧 我们两位老主 可等了半天了 凤楼碧雨 见过二位公子 我觉得舒大人说的也有道理 你还是像我这样比较安全 我就是不想这样混吃等死 我身为输家世子 没有一番成就 对不住 我不是说你混吃等死 我是 算了 算了 你平时也是这么输了我的 没什么的 不过 我也不是没做事的 我们慕容家 我们慕容家暗庄的声音 现在就在我手里 我们都有目标 只是我们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你还敢说 你们慕容家也是有爵位的 竟然做这种事啊 你是舒家一根独苗 但是我却有一大家子前面啊 而且 我又不是母亲亲生的 我再不努力 好好表现一下我自己 万一哪天心口疼放了 死了都没人注意 至少你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哪像我 空有一番报复 一心想光耀门楣 却只有做个顽固子弟 才能求得家族平安 我做这世子 有何用啊 怎么没有呢 我是你舒城的朋友 有大世子保护 就没有人敢欺负我啦 既然是朋友 那帮我个忙吧 你有什么忙 哪有得上伙我呀 教我做个顽固子弟 带我去逛逛花楼 喝花酒 你来真的啊 走 就带我去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玩得过分些